Price的操作介面是非常直覺的 就以它調整這個播放順序來說 我們可以直接用拖曳的 然後它本來是這邊是3,然後變4了 那也可以再把它調回來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這樣子 那有一個更直覺的方式就是按這個 Adipax 那我們也可以到這邊 比方說這邊本來櫻桃牙是第三頁 那高詐是第四頁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跳過來 直接把這頁刪掉 那如果我要再繼續出現它怎麼辦 我除了點它 然後這個第六頁 然後再把它調整過來 這樣就回來了 那甚至呢 比方說我這個地方 這個影片 它也可以成為下一個 那個播放的一個順序 那我也可以這邊有一個加號 把它拉過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預覽它現在的播放方式是怎樣 那一樣 按左右鍵 就可以來看它的播放的一個方式 一個順序 那我按右鍵 就是先到這一頁 然後再到右鍵 然後再按右鍵 然後再按右鍵 再按右鍵 好 所以呢 那按ESC escape鍵 它就會跳出來 到編輯的模式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去編輯它的一個順序 這是 我們 感谢观看